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和金石康集团 在马尼拉都会区继顺势举办十米政绩发放活动 在台商的齐心协助之下 政绩工作顺利完成 这次一共有2000户的弱势家庭受贿 让大家感受到来自台湾的爱情 在诺巴利切斯天主教区的善良牧羊人教堂内 一包包重达10公斤 上头亦有中华民国旗 及Love from Taiwan字样的白米 整齐排放四周 到了下午十分 持有零米券的民众陆续抵达教堂 这次所捐赠的十米 是世界自由民主联盟 先向中华民国行政院农委会申请 再由金石康集团赞助运送 善良牧羊人教堂 山杰斯神父 与世界自由民主联盟 菲律宾分会会长 路易斯将军也表达诚挚的感谢 随后 山杰斯神父 与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总会长 饶颖奇 金石康集团董事长 奇伟能等来宾 一同协助十米发放工作 这次非常顺利的到马尼拉这个附近的 我们将近捐了两百顿的米给菲律宾来做振栽之用 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非常地兴奋 非常地高兴 那我想我们台湾的爱心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的爱心也不分宗教 我们的爱心也不分政党 台商们将重重的白米 一包一包心自报到每位领取民众的面前 大家以感恩心 领受台湾人的爱心 世界自由民主联盟 今年为政绩菲律宾申请了两百顿十米 其中二十顿已在马尼拉五六甘省发放 这次剩余的一百六十顿十米 将在近期内继续到非国天灾灾区 或贫穷社区发放 台湾观电视王永昕 菲律宾季顺市采访报告 台湾观电视王永显